两人因涉及在新马第二通道关卡附近的一起陆霸事件而遭到马国警方逮捕 涉案的女子以肉身挡车并拆下一辆车子的车牌 几天前上载到一个公路事件Facebook页面的录像显示 身穿黑色衣裙的女子使劲以肉身阻挡一辆慢速前行的黑色轿车 接着她拆下车牌并把车牌用力摔向车子的挡风镜 陪同这名女子的一名男子则朝司机做出不雅手势 两人过后双双被马国警方逮捕 马国警方表示两人都承认与事件有关 他们说是因为自己的车子被挡和擦撞而感到不满